端午,中国龙文化的内涵 节气来历 在宗教没有产生的上古时代 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 一是天地信仰 二是祖先信仰 很多古老节日多数形成于古人择节日祭祀 以谢天地神灵 祖先恩德的活动 说文端不出生之体 端有开头 初始的意思 古人习惯把五月的前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 因此 五五月的第一个五日 为之端午 端午节又称龙节 有诸多习俗 如塞龙舟 采草药 挂矮草 吃粽子 放纸鸳等等 这是一个和龙息息相关的节日 端午节的民族力量 中国是这一代地球文明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中断传承的古老文明 古老节日是传承古老文化的载体 古老节日的出现与古老文化密切相关 所以 中国古老的节日文化 正是反映了古人自然崇拜 故本思源的人文精神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敬天爱人 知尽感德的思想根源与文化内涵所在 端午节的重要性 就在于它蕴含的民族力量龙文化 中国文化就是龙文化 龙代表的是神性 代表着自强不息 无我利他的精神 中国自古以来 以龙的传人自称 这就是告诉自己 也告诉后世子孙 中国文化就是自正自强的神文化 就是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的内疚文化 所以 在中国文化中 神就是人 人也是神 神是人的高危状态 人是神的终端学习状态 我们的神性品质 蕴含在自身的大道基因之中 我们的生命力量 隐藏在自身的神性品质之内 一旦我们在报效祖国 报效父母 报效社会大众 报效天地众生中 担起自己的责任 磨掉自己的品质 那我们就将发现 自己的人生开始闪闪发光 此生的地球生命之旅 将不再录录我为 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具有伟大的神性品质 都可以创造自己圆满的生命之旅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秘密 但麒麟因潜水 不成龙便成虫 至于成龙还是成虫 终须我们自己说了算 龙的精神中正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 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 仲下端午 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 是龙飞天的日子 即如一经前挂第五摇的摇词曰 九五 飞龙在天 意见大人 端午日龙心即得中右的正 乃大即大力之相 龙的精神就是中正 什么是中正呢 就是阴阳平衡 当阳过旺或阴过盛时 不平衡即为不正 只有阴阳彼此势均力敌 互相协调 才是中正 例如 现代人都很重视养生 可大多数人都是在养身 这个身是身体的身 而不是生命的身 大家都注重有形的身体的保养 吃保健品 运动等等 可身与心也是一对阴阳 若只关注身体层面 而忽略了无形的心灵羞耻 那就是失衡了 又怎么会健康呢 守住一颗如如不动的中正之心 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飞龙在天 是人人羡慕的生命状态 可是在这辉煌的背后 还要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乾隆悟用 中国人讲究天使 地利 人和 乾隆悟用就是在条件尚未成熟时 一边完善自己 积蓄力量 一边等待时机 第二阶段是建隆在天 就是说 当有机会展露头角时 切记不可张扬 急躁 依旧不断开拓进去 第三阶段是终日前前 也就是能真修实弹 勤奋不错 同时能冷静总结反思自己 第四阶段是 或月在冤 就是要步步为营 因时就是 善于取舍 之进退 能上下 当经历了这四个阶段后 我们才能够达到飞龙在天的境界 这是我们将自己的天赋 使命发挥到极致 最佳的状态 但这不是生命的终点 我们的天命是龙的传人 是大道行事 天下为公 可我们这一生不仅仅是来展现自我的 当我们个人能力得以最佳展现后 更重要的是突破原有格局 从由我进入 无我更高境界 中正是大智慧 否则过犹不及 就是抗龙游毁中国人的智慧 在天人合一中 从自然的角度来说 在农历五月初五 端午节这一天 太阳直射点在地回归线上 太阳在天空位置是一年里最当中的一天 所以 阳气极深 但端午以后 阳气也就慢慢下沉 收敛到地下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凡事都不可能永保强盛 生老病死 成住坏空 原本就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在异经中 飞龙在天之后 还有一个阶段就是抗龙游毁 什么是抗龙游毁呢 抗 是指成绩之过 所谓成绩必衰 从生命的角度来说 到此境界 唯有功成身退 把空间 舞台让给后来者 才是老子在《道德经》中讲的那句中国人 都能耳熟能详的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 这就是老子讲的不欲赢的大智慧 不欲赢 其实是成就圆满人生的宇宙根本规律 因为天之道 虽有余而补不足 所以宇宙不赢 天地不赢 这就是天地亘古长存之道 自然的道理是 月赢则亏 水赢则亦 雾满则损 故说赢不可行 如果我们觉知了天地之道 在生活中放下荣誉得失 就可以按照天性来复归于自然了 人和神是一条线上的两端 这一条线就是神性品质 龙的精神 就是神性 当我们真的能够在为人处事中 做到不偏不倚的中正 在挑战魔力中 保持百折不挠的蓬勃生机 我们就是在量化与生俱来的天性 我们也就真正成为了龙的传人 我们才有这个力量 去亲手缔造自己生命的辉煌 端午节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重要传统节日 每一个节日的背后 都有着中国数千年文化的积淀与传承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我们与天地 祖先连接的重要时刻 中国文化就是龙文化 每一个华夏儿语都是龙的传人 当您坚定这一份文化自信 将这一份信念升华为信仰 担当起和谐身心 和谐家庭 和谐企业 和谐社会的责任 并在生活中落地践行之时 相信您的生命会与众不同 端午将至 恭祝您身体安康 和调欢乐 诸事如意 我是人水的自我修养 视频记录我的学习和生活 国学传承 匹夫有责 感谢您的关注